在新海爭霸的世界裡 多線進攻是一項高速技巧 但是不可以用在多線版沒有 各位觀眾 這場比賽是樂身鋼鐵 對上的是華裔Spider 我是徐站員 而在我身旁問您請到的賽事講評是 江湖上人稱Solbet 好壞哥的張宣奇 Solbet你好 早安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Solbet Lush 是的 那在11月份呢 其實新海爭霸有很多的一些 新選手加入 像今天華裔Spider就有這個 Fly Fly啊 Fly的蟲族的選手呢 有處女秀初登版 那包括樂身鋼鐵的JoJo JoJo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 剛退伍的這位選手 也是這些新的選手啦 不過其實現在很多的賽民玩家說 有沒有女選手可以成為職業選手呢 Solbet應該旗下很多入門女弟子啊 有沒有 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啊 樂身鋼鐵有一個是培訓女玩家 對 他還在培訓當中 SSQ啊 對 但是他目前的實力是還沒有辦法 對 沒有辦法跟男生做P 但是就要看將來 那就你的觀察咧 你這麼多女弟子隨便抓一個 我覺得女生玩家 因為其實應該說 激素比較少啦 玩家比較少 所以比較少就是特別優秀了 當然台灣還是有很強悍的女玩家 對 只是他還沒有出來打而已 就靠你去挖掘了一下啦 對 可能沒有辦法 對啊 不過Solbet會計畫培養很多女子軍團 搞不好下個賽季成立一隊這樣子 這可能要詢問的事業 比較帥氣的他們可能比較有辦法 所以你的帥氣度比不上四葉跟 我覺得我是正直度 大陣他們 你說他們很邪很歪就對了 對 好像說起來德斯有很多女弟子一樣 這樣子 好 我們這邊還是來關心一下 哇 這個戰績排名了 Fight Spider 哇 這邊有點停滯耶 他們吞了一個二連敗 所以他們本來是遙遙領先 但現在是九勝七敗了 那耀威太陽拳呢是九勝九敗 那橘子熊是九勝十敗 所以橘子熊是第一個吞下十敗的隊伍啦 不過其實也很多隊也都九敗了 那樂勝鋼田 今天要出賽的樂勝是八勝九敗 哇 的一個成績 好的 現在就要來介紹的是 在Wight Spider的 這個教練 德斯教練 杜魚森教練 呱呱神帝 要介紹的第一位選手呢 就是我們的新選手 哇 長得滿眉清目秀的Fly 陳可偉選手 怎麼講眉清目秀這麼多人在投降啊 第二位介紹的是 爹死 惡魔羊 王俊選手 等著笑他沒辦法製紙 對 快要噴出來 第三位則是Niffy 劉毅廷選手 Fly 不美清目秀嗎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的 大妹教練 Mainer教練 陳柏春教練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JoJo 胡玉強成手 胡玉強 玉強則強 玉弱還是強 好 第二位介紹則是 鬼手揮 揮遠景揮選手 依舊戴著德國進口的眼鏡 可以看穿對方的螢幕 第三位則是最近打得非常好的 GO 葉邦彥選手 不過第一回合的比賽就是 看雖然兩位新秀啦 那 White Spider 的Fly 對上呢是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 剛退伍的JoJo JoJo其實也只出賽過一次 在10月22號 今天是11月6號 他在大都會贏了 蟲族的選手 十年SLAB 對 就那一次 他今天又遇到蟲族 又是一個蟲族的內戰 不過這邊呢 也是要請我們的賽平收貝 好好介紹一下 我們美青木秀的Fly 陳可偉選手 Fly秀本身他是 魔獸爭霸3的玩家 魔獸爭霸3 對 他曾經 稱霸魔獸爭霸3 他當時ID是 MISS KILL FLY 好多喔 對 那其實蠻多 那時候蠻多玩家 應該對他都很有印象 因為他也稱霸了魔獸爭3 大概2到3年以上 這麼多喔 對 那個時候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知名 他跟How are you 那時候大家是譽為 就是 一死於亮 對 一死於亮 那他是亮 喔 他是亮 那時候是 區域在他下面 是亞軍 喔呦呦 他是亮 他只是略懂 而已 略懂魔獸爭霸3的亮 不過呢這個轉戰到新海爭霸 就看看他的職業生涯的處女秀了 兩位蟲族選手 交戰的地圖是深淵洞穴 對 我們螢幕上現在看到 這個是我們三點鐘方向的 這是我們Spyder的Fly Fly紅色紅色的蟲族 再來是來到我們 是九點鐘方向的 這是我們熱身鋼鐵的JoJo 藍色喔 藍色的蟲族 蟲打蟲是不是都是裸體睡雙人床仙啊 先裸雙一下 對 不一定 對 我們也可以常用一個正常的開局 那我們也可以用一化蟲 或是甚至出毒爆來給對手一點壓力 是 記得昨天那兩個蟲族打 打一個天荒地老還哭實爛 對 昨天的 AK對SLAM 兩個年輕蟲王選手 那這兩位選手 呃 JoJo26歲 Fly也是26歲喔 兩個人 都是26歲的選手 昨天那一戰真的大的是 從地上都挖起來了 盡量能出的都出了 對 不過我也聽說有很多選手 是魔獸爭霸3轉戰的 或者什麼紅色警戒轉戰 新海的 那這幾款遊戲有不一樣嗎 有什麼差異嗎 會不會入門或者是 轉換的時候會有一些 遇到哪些瓶頸困難的 其實我相信 就是 即時戰略遊戲 你只要有任何款玩得優秀的玩家 你轉戰其他即時戰略遊戲 你的表現都會不差 喔 它同質性的都是即時戰略 對它同質性其實都很高 當然你從現在 爭霸1直接轉心來爭霸2 我認為還是會比較擁有更多的優勢 喔是喔 對 那所以也就是說 Soul Bay去打魔獸 鑽霸3也很厲害 對 我當時我玩了半年 喔半年 對然後我有進WC就八強 然後就沒有玩了 啊啊 進八強為什麼不繼續玩 對沒有八強然後輸掉 喔是 然後之後我就決定 決定就 算了 是 怎麼就這樣子自暴自棄了 沒有我現在那時候 就對遊戲有點厭倦 喔是是是 對 談戀愛比較重要 那個時候 對那個時候 那時候忙著談戀愛 好來看一下他們 有人裸霸嗎 對有 我們Fly這邊是選擇 惡礦是裸霸開局喔 對那惡礦已經也快完成了 我們看到家裡佛化池也完成了 那 反觀Jojo這邊則是比較一個 穩穩的一個我們 佛化池以及瓦斯場的開局 喔所以 JoJo也下惡礦了 也下惡礦了 就是晚一點點 但是狗速就會比較早好 那我們一化蟲出來的時間 也會稍微早一點點 嗯 對 雙方的熱氣球 王蟲要在地圖中間 跪面了 對 好放下了毒爆蟲槽 好 這應該是要給對手一點壓力喔 我們的一化蟲提速 提速正在升 這邊來收擾一下 好剩下一隻 還有就是紅血了喔 後蟲去教訓牠 沒有打到 對 後蟲走得慢 對 教訓一下這個 搞心啊 結果 沒有戳到牠 哎呀長翅膀了 對長這樣 跑很快 突然之間長出翅膀來 後面 兩隻吹牠一化蟲抖了一下 對 整個眼睜睜的 看到牠竟然加速喔 一檔換四檔 結果自己只有二檔 趕快只能回家了喔 對 不然等一下後援來就被見面 對 而且後面來的都是有趣吧 對 好 那現在這邊 是不是牠直接來壓制呢 你的毒豹從牠已經完成了喔 那就可以伸點毒豹來 給對手一點壓力喔 拿到十四隻直接繞進來 沒有 而且牠們都有提速了 速度了啦 對 那直接衝了進來 看了公兵的話不說 對 一隻 後蟲 兩隻 不過一化蟲來 喔 這個毒豹想轉 哇 喔 第一次 第一次沒有抓到 哇 這個阿 有撞到四隻的一化蟲也算了 可以接受 我後蟲也見大功了啦 對 那後蟲剛好過來 捅了牠一下 對啊 不然可能應該是八隻了 對 不然那個衝進去後 那個造成的傷害會更大 那 這邊 好 那現在轉防守囉 那家裡面有出了一化蟲要做防守 那 反正這邊 因為有第一次的關係喔 那本身其實在 對 防守上應該也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一化蟲已經往前衝了 這要小心喔 小心 到隊友家中看到毒豹 閃了一隻 一隻往前衝 那 往前衝了之後 犧牲掉也沒關係 又來 結果換的就是不錯 所以一隻要去當犧牲品喔 對 有時候我們在算 我一般在算的時候 大概一隻換一隻絕對虧 大概基本上 一隻毒豹要換到 三到四隻的一化蟲 對 才算是沒有虧啦 所以相對的呢 就是你一隻一化蟲 就是要去壯烈成人去壯毒豹 然後你就這邊就賺 對 就一隻去換掉就是賺到了 嗯 那這邊家裡面剛剛也是 小小的騷擾一下 不過呢我之前有這個 問過這個 就舅舅胡遇強選手 我說欸你是什麼樣的 蟲族的選手 他說他是積極進取型的 他不是像這個 有些蟲族是 飛蟲胎不踏的 他說他是積極進取型的 對 他喜歡說他是進攻型蟲族 對 就像他上次贏了 Slam也就是打得非常進取 對 不斷做壓縱 我們看到這邊 少量一化蟲又來了 一直來到隊友家 而且現在已經看到 對手的二粉已經升級完成 嗯 非常塔放得下來啊 有沒有看到非常塔 就是有點關鍵囉 喔 好 剛講這衝進去就看到了 好 那已經知道對手的一個科技發展 不過Fly呢 欸這兩位都26歲的選手 他打得也算是蠻積極的 不過騎到這個 華爾斯白的 今天是新選手啊 初賽嘛 也登陸了 那也跟大家報告的就是 Hairo Hairo這位選手 是在11月份降到2G名單了 對 也就是說 在電界聯盟的規定啊 是一個月 你降到2G 一整個月都不能夠 再上一軍初賽 對 你要下個月才能夠在Lasa 如果你的表現有好轉的話 是 這跟職棒不一樣啊 這個到二軍7天之後 就可以再回一軍 對 邊境是一個月耶 喔 因為我們一個月才繳一次登陸名單 喔 是喔 我還以為一個月繳一次保護費 對 所以一個月 一個月還好久喔 那一個禮拜是比一場或兩場 對 就是啦 那職棒是比很多場 所以7天都可以再回來 對 那也就是Hairo就暫時11月份都不會出現了 好 好 再來做偵查 我們俄本先完成的好處就是 也可以先蓋監察王蟲 嗯 我們來這邊偵查一下 那 99的家中已經蓋了對風泡桃了 喔 對 又要從想進去偷看 才可以獨爆撞爛 剛剛不是有提到飛塘塔嗎 飛塘塔 對 已經放飛塘塔了 現在就看 正在蓋飛塘 喔 一次出了10隻的飛塘 那就要看一下 就是那邊要出刺蛇 還是感染蟲喔 兩個建築物都蓋了 所以Fry是要 他的名字就是 飛 飛起來了 對 飛起來了 我們馬上就看到 沒錯 Fry啊 飛兒 對 那是飛兒樂團啊 Fry 不知道是不是很愛出空軍的重複 就是了啦 唉唷 選擇直接攀升 非常好 而且用一畫桶直接來前壓 我們看到直接就壓掉了對手的三礦 三礦直接取消了 那自己的家中是三礦正在蓋喔 喔 那現在JoJo到這個空軍怎麼辦呢 他也可以打空的嗎 只有後蟲 他沒有刺蛇 喔 有一個包子 喔 對 還有四隻後蟲準備要補血了 喔 還有對空炮啦 對於蟲族來講的對空炮 這個是初期利用飛塘來做一個騷擾喔 那現在自己的三礦蓋了下來喔 那經濟上喔 就會來的比較好一點 嗯 除了三隻的刺蛇 刺蛇是可以對空的 對 刺蛇主要是出來對空的 嗯 非常的機動性啊 靈活性非常的高啊 一直拆人家房子啊 害著 JoJo卡人口啦 對 那JoJo這邊就要盡快 還有看能不能出感染蟲 對 感染蟲把你定住喔 然後從刺蛇過去揍你 對 感染蟲是可以丟空中的就對了 對 是全部都可以定住的 這邊想來再騷擾嗎 我們拿著不用炮海了 對 其實防空做的還不錯 對 防空做的不錯 而且刺蛇喔 在蟲海上面跑很快的話 資源上也是非常便利的 那現在正面也有少量的蟑螂 那這個蟑螂 蟑螂要去人家家 結果是異化蟲也出現了 對 異化蟲你在那邊喔 現在是又想搶山框 但是異化蟲已經來了 那這邊喔 異化蟲直接包上來 刺蛇首當其衝啊 刺蛇一直繞跑啊 對 刺蛇要打到後退 因為刺蛇其實劈很薄啊 把蟑螂的攻擊稍微擋一下 這異化蟲直接衝進來 不管是看到什麼就咬就對了 對 而且這個飛航在那邊喔 因為刺蛇被 異化蟲包圍在那邊喔 那所以沒有辦法 那山框又要取消掉 有看到橄欄蟲了 結果就橄欄蟲出來了 剛剛前面Sophie講的 可以往空中丟 對 被釘出飛躺 對 它經濟上 現在這個是Fly是比較好的喔 飛航是成功的 壓制住了對手 那家裡面的公民也補得相當多 現在要轉蟑螂了喔 Fly這邊也要轉蟑螂了 那下一波會非常非常關鍵 這邊感染蟲響去 對 這是在盾地喔 盾地移動過去要丟 要丟那個 受橄欄蟲的機箱兵 燒到你的礦虛 可是它好像 盾地要很久才會到 對 它會慢慢馬路 這個非常被騷擾的時候 就要小心 因為對手的橄欄蟲出來 這個是硬點工兵 好 我們看到這個觀念非常非常好 我們不打其他東西 不浪費時間喔 硬在你的工兵上面打 對 舅舅呢 剛剛他的工兵也損傷不少耶 因為對方的液化蟲衝進去了 所以現在人口數差了快40了 對 差了快40 那這邊是山礦的部分 但是看工兵不多喔 有沒有要 碰下殺手呢 因為工兵有點少 有沒有要現身啊 這地方買賣看起來貨太少 對 太好 不太想打 對 有點覺得 就這樣子要逼我現身嗎 就要看底牌嗎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 部隊又見面了 但是發現這個部隊有分開喔 所以不太敢打 那感染蟲很關鍵 感染蟲要定飛躺嗎 喔 沒有定 有定準嗎 好像沒有 沒有定到啊 對 而且丟了一點收開的槍 機槍兵在後面 哇 刺蛇走太慢啦 對 刺蛇離開蟲胎之後 這個角力就大減了 好 被迫回來再做一個防守 這邊又蹲在那邊 部隊不想理了嗎 哇 人是來不及操作 結果是HIGH SPYDER的 新秀選手出燈版的FLY 對 下面有 丟出了收開的機槍兵 主要是那些 遁地的三網 度回來幫忙的話 家裡面 人不夠啊 人手不夠啊 對 人手不足還偷懶 這些被遺忘了 好 不過後面補出了兵力 那工兵又被迫拉了出來 好 這個後面的兵 好 不過三礦打掉 好 我想前進去到二礦 喔 蹲進去 對 但是如果對手一直來 你自己家裡守住 一直來 來不停 但是那十隻蟑螂 這十隻蟑螂真的被遺忘了時光了 被遺忘了 對 還在這邊睡覺 冬眠 對 這種時刻還睡覺 這樣還可以睡大喉覺 也服了他們了 好 這邊 丟出來喔 但是一直騷擾的同時 家裡面你守不住 也是沒有用的 對 哇 現在已經登堂入室了 對 而且這個部隊量 你剛剛十隻這樣沒有回來支援 現在這個部隊量 那十隻回來也沒有用了 也沒有用了 就繼續睡好了 對 就永遠要成名 要睡到比賽結束 對 哇 這個真的 哇 久久在搖頭了 真的非常可惜啊 對 家裡可能守不住了 發現了 終於想到了 這十隻現在都回來 其實這也是 用處不大 回來的時候就打了GG了 在那邊怕忙 在那邊偷懶 結果是由 華裔Spider的Fly 全科威選手 處女秀 重逐的處女秀 好像都會贏 他是打敗了JoJo 讓華裔取得1比0的領先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